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这集主要讲的就是柯南他们去原子家的别墅玩 然后在别墅里发生了一件并案 最后发现原来是他们同行的一个小胖子干的 小胖子分别运用了哪些作案手段呢 1 制作一个假人并用钓鱼线绑住假人 让大家误以为是帮带怪人带走了死者 2 把死者的头颅放在肚子里奔跑 接下来我们进行道具展示环节 OK了 然后这就是市长今天所有道具 就是刚才大家也看了剧情里面它有一个充气甲子 但是市长没有买到这个充气甲子 所以咱们就用气球还有衣架 然后我们来拼一个人形 好了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制作道具 首先这个绿色的气球就是它的头部 然后我们要在这个头部上面缠满绷带 我觉得由于钓鱼线它比较细 所以无法保证绷带怪人放下线之后脸的朝向 对 然后就是这个 然后一会我们可以去试一下 接下来我们给它做身体 身体我们用五彩气球给它拼一个 两条细细的大长腿 我们用棕色的气球来代替 取两根红色当它的胸脯 绿色这个我们拧两下就当它的那个小胳膊 做完之后它显得有些薄又瘦小 所以我们就用一个衣架把它贴到头颅上 然后再往上面放黑色的斗篷 现在这个绷带小人就做好了 可以说是假的一匹 但是我觉得这都不影响什么 我们现在就去验证一下这个作案手法 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我已经还原了这个杀手当时的作案一个场景 然后我现在只需要剪掉这根线 剪掉这根线之后 它这个人就会顺势从这边飘过去 然后我只要收这根线的话 这个小儿就会上来的 为了还原现场 市长找了一个同事站在帮带怪人的正前方 别问为什么 问就是想给你们看很漂亮的小孩 我担心的事情并没有发生 这个朝向还算很好控制的 不过由于场地受限 市长无法将这个一线进行回首 所以我觉得这个手法的成功率在80%左右 OK 然后我们现在进行第二个实验 把头装在肚子里 第二个手法说的是 它把死者的头颅放在肚子里 假装自己胖了 还带着头颅逃跑 所以大家没有发现 那我们看一下 我把头颅放在肚子里 大家会感觉我只是肚子胖了吗 然后开始 我现在装好了 大家看我像胖了吗 然后他还跑 他还跑 我觉得这个手法简直太扯了 太飙了 谁看不出来 这肚子里装个东西 OK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 虽说这集作为童年阴影 当年确实把市长吓得不情 但是现在一想 你把头颅放到肚子里面 大家竟然不会闻到血的那个血腥味 我也是觉得迷得一批 好了 我是市长 我们下期再见 来我这期再见 - 大家要还准备 - س继续 - 都是